- 资料图,普京,普京当天是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东方经济论让,全会期间提出的上述建议。 他说,70年来俄治这签署和平条约问题一直在谈判,我同意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所说的让我们改变一下立场,俄法建议于年底前,再不设任何前提条件,下签署俄日和平条约。 普京说,一句这份和平条约,俄日双方将继续解决所有争端问题,普京说,日本是俄罗斯的伙伴,俄军与日本发展全面关系。 安倍晋三当天在全会上发言时说,他与普京总统一句认为,俄日间没有签署和平条约,是一种不正常现象,俄日双方已拿出决心解决领土争端问题。 俄副外长莫尔古洛夫当天表示,普京的提议未解决俄日关系,中的复杂问题,创造了必要环境。 莫尔古洛夫说,俄日双方的坚属和平条约问题一直在谈判,往后谈判将继续,同时也将考虑到普京的提议。 据俄卫星通讯社,原以日本外部省发言人的话称,日本政府知道了普京的发言内容,但对其不予评论。 目前日本政府立场保持不变,即在解决北方四岛,俄阵南千岛全岛归属问题后,继续进行签署和平条约的谈判。 二战结束以来,日本要求俄罗斯归还南千岛全岛的国后,在桌、池武、瑟丹四个岛屿,俄罗斯则要求遵循二战结果,将四个岛屿并入版图,并宣称俄对四岛拥有无可置疑的主权。 由于双方的领土问题迟迟得不到,解决,两国至今为能接触和平条约,双方关系发展受到严重阻害。 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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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